因為我知道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我們選手都想盡一份心理 各自從美國、日本、台灣 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都希望能打到東京 打給國人看 讓國人凝聚起來 幫我們加油 這次真的大家都盡力了 我很喜歡這個團隊 大家都感情越來越好 誰不好,大家一起扛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子打過來 從第一場到最後一場 慢慢有變好 真的很可惜,還想跟這個團隊 團隊在台灣,繼續打下去 很複雜,因為這個過程中 大家相處得很好 這個團隊真的很強 比完賽之後 腦袋就開始歸響 我們在抖動那一段期間 其實是大家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壓力還沒那麼大 然後大家就努力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私下的時候大家相處得很好 慢慢的到台北 然後那個氛圍已經上來了 然後加上台中 大家壓力真的很大 穿上這件球衣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跟大家講 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 我們真的盡了最大的努力 只是結果沒有 像我們預期的這麼好 然後 雖然說輸了球員 但也希望 愛棒球的你們 能夠繼續為我們加油 你們的加油是我們群體的動力 然後我很想跟隊友說 就是我愛你們 自從這次的集訓 讓我更了解的歷史 然後以後在場上 我們也是好朋友 但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好的競爭對手 這次總統隊最有感 你覺得最感動的是誰 最感動的嗎 這次的四場比賽 呃 大家的凝聚 大家在不放棄 互相鼓勵 這是我最需要的 對啊 回到國外 就沒有人被鼓勵我 就覺得 很孤單 對啊 啊 遺憾 辛苦我的隊友們 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 為了每次的 每分每秒的 感動 盡力 謝謝大家 拿出最好的自己 拿出最好的實力 雖然 沒有拿到我們對於定義的目標 但是 相信還有 下一次 希望我的隊友們 接下來的球技 夠展現他們所有的一切 把他們所有想要的目標 在國外 還好就為他們講 好不好 辛苦大家 呃 從組訓到現在 我想 每個選手都全心 全手跟教練都全心全意的 在投入這個 這次的備戰 和整個比賽 那 那 我想 雖然結果 已經出來了 那 我們都敬贏 那 我相信 這些 這批選手 以後 將來 都會是 球隊 國家隊 最主要的主力之一 我們 隨時都會需要他們 那 他們 相信這一次的比賽之後 他們一定可以 從中得到很多教訓 知道說自己要去改進的地方 然後 會再去修正 我永遠相信他們 也期待他們 比賽就是這樣 沒有晉級 當然都會遺憾 但是 我們 從組訓到今天 也一個月 那我們 不能說遺憾 我們很珍惜 在這段期間 大家的相處 那 一直在 為球賽而準備 那也想盡辦法 打出一個好的球賽 那我相信這四場 我們投入在比賽中 大家也有看到我們的拼勁 那 只是最終我們沒有達到 晉級的目標 那 往後 台灣隊還是會繼續加油 中華隊也會繼續加油